歡迎收看 我光鋪鋪幫忙 藝人野生模樣 他們不上通告 原來都是這副德性 因為我們要去換 你平常也不是這樣 你有被捕捉到嗎 有 這種是一種隨性還是一種懶惰 不走那個海藻風 是 如果有人就搭 那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你怎麼辦 永遠都拍 因為我覺得你越融入人群 越不會忍住 真的 而且走路走稍微快一點 大家這樣看到是 來不及… 他們通話是 好,好,好 不是,可以 好,好,好 好,好 好,很流行 好,好 好,好 好… 很棒 好,這位 我就很乖 來 來 歡迎 歡迎來到廣告 好說很 來 現在討論 不上通告的時候 藝人都怎麼穿 像曲哥平常 我跟你講不會穿這樣 對 曲哥平常穿著就我跟你講 走老兵褲鞋 老兵褲鞋 就是運動褲啊 然後穿黑皮鞋啊 對 為什麼運動褲褲配黑皮鞋 然後去7-11啊 買東西 他個人特別喜歡露出他的蘿蔔 你知道嗎 好 好 夏天啦 夏天 冬天也這樣 冬天也這樣 冬天真的好 今天這麼多的女生 被我們捕獲野生喔 對 不得了 我一定很噁心 很噁心 你這件外套是你爸的這樣 沒有啦 怎麼這麼大件 站起來 這件外套有點 大件嘛 沒有腰身耶 鑽一圈 鑽一圈 現在流行啊 對 這肩線一定要在這個 對 手臂這邊這樣子 對 沒有啦 因為其實我會穿這件衣服 是因為我 新書要宣傳的 然後這個外套就是 好會轉喔 沒有 我沒有跟那個外套 好會轉 是我這件外套其實就是 新書上面這個畫的 穿的當時就穿這件 是 這是一個叫做 醜臉書的畫家 然後幫我畫的 醜臉書 對 因為他喜歡把人畫得很有 醜醜的 對 那戀愛急救 你急救什麼東西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之前 有一個機會 在Facebook上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就受到網友的轉發跟分享 之後我就開始了 我的寫作生涯 受到什麼樣的感情的一個傷害 才吸出這樣子 如此的這樣書籍 傷心嗎 傷心 真的很傷心 你怎麼 講一下 簡單聊一下 我很愛他 可是他就是只想要 他鼓愛我 對 他只要肉體 他只想要肉體 他對你只要肉體 對 然後我還 我還很認真地問他說 如果你只是想要肉體關係的 那我可能不適合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然後女生聽到這句話 不就一定會中嗎 可是 後來還是 那一定會講說說要在一起 對 那就說 我要的是你的心 好 這句話講到六萬次 對啊 對啊 我們一直挖腦給聽看幹什麼 你們女孩子真的很傻 不在一起怎麼騙得到你 請教一下 是 這個書在十二月十二號 正式就發售 對 十二月一號預購 預購嘛 對不對 對 然後今天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送一盒 給薛永恆 因為薛永恆有四個女兒 你一定要用這本書來 教導她的女兒 將來在感情這條路上 所向無敵 如何退貨 這本書沒有在寫退貨 有啦 有啦 講愛情 也有退貨的部分 她四個女兒嘛 最少要救回兩個 對啊 徐哥 對不對 徐哥請原料 一定會寄過來 一定會寄過來 一定會 一本一本四本 好 一定會 一定會 神經病一起開就好了嘛 現在我們要跟你們討論 就是今天我們要講說 不上通告怎麼穿 尤其女孩子 因為女孩子上節目的時候 穿著 什麼 亮麗 性感 或者是可愛 那平常怎麼穿 你平常怎麼穿呢 我平常非常邋遢耶 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只喜歡穿球鞋出門 因為我都走路回家 那這樣怎麼會有男人 要你的肉體 因為我 脫掉之後就不一樣了 對 我也是有脫掉之後 對 脫到油的咧 肉多 所以說你平常喜歡穿 像男生一樣 中性一點的衣服 我都穿很男生 就是一定是很寬很大的褲子 或者是我都會去買男生的短褲 但是是有那個 素腰 對 有素腰 有手頂帶可以綁起來的 然後上半身就是帽T或T恤 大概就是這個組合而已 是是是 你那個手上那個紋的是什麼 我的暴龍 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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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就是平常喜歡穿 這樣子中性的衣服 因為我想要吃得多一點 蛤 因為我們要 我們就是上電視的時候 都一定要穿很緊的衣服 對 然後你一吃 你的肚子就會突出來 所以我平常會想要 那種衣服看不出身材 對 我會想要吃很飽 然後穿得很鬆 這樣我就可以去吃麻辣火鍋 什麼之類的 那你會因為去不同地方 換不同衣服嗎 會啊 會不同衣服 譬如說如果今天 譬如說張艾若今天約我出去玩 然後他就說 今天晚上我們去喝一杯 然後要打扮一下 我就會打扮一下 就會穿這樣 對 可是平常還是會很邋遢 以舒服為主 對 舒服 是 藝人其實有時候在 在電視上面 螢光目前喔 試一下其實是兩個個性 對啊 對不對 而且加上我如果穿這樣出門 我一定會曝光 就是如果在 平時你要吃飯啊 然後跟朋友出去逛街啊 或幹嘛看電影 我穿這樣就隨隨便便就曝光啊 來 等一下 我們今天我們表演一下 怎麼樣曝光 這個很容易曝光 沒有 那種樂的就是 很容易不小心就會看光光 對 可是我覺得你今天這個穿著滿 得體的 來 起立體 對 非常好 很漂亮 得體 不是 得體 轉毛 對面 對面 其實這件衣服是有玄機的 因為其實它裡面是可以不穿 但我被要求要穿 被誰要求 誰要求你穿 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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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要穿 因為它其實可以更厲害 如果有機會可以 更厲害 你穿看看 小哥 我穿穿看 等於 你後面的兩個 你穿得太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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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得太漂亮 現在換 原來是深V喔 對啊 就是它是透著 那你可以啦 你條件這麼好 可是你知道 有時候胸部會在 不是很對的位置的話 對啊 有時候亂透 亂探頭 對 看什麼 就是歪去 然後歪掉 如果我穿這樣出門 好看嗎 好看 就這樣好看 這樣子 非常棒 而且你鞋子很漂亮 對 真的喔 那我這樣出門是OK的 可以啊 你都已經在這裡了 真的 我是說一般如果在路上 這樣子 當然可以啊 這樣得體嗎 有露這個露這個 沒問題 這還好啊 因為你皮膚白嘛 所以可以喔 當然 但是你說裡面那個不穿 就是太厲害了 不行 這個就問問你 晚上在哪一家 對不對 你們都用你們男生的眼光 來說 女生這樣穿在路上是好的 很露耶 這樣在路上穿 很露耶 風哥 你自己老實說 要看幾點 看幾點 看幾點 晚上比如說吃完晚飯 九點多以後 你出來 可能要去找個爸 坐一下OK 非常正常 如果說你中午十二點 你去買便當穿這樣 扁你 中午十二點是這樣子 真的 陳姐 沒有啊 因為你可以加一件外套 脫掉就好了 脫掉就可以玩到出門 是 這個可以玩二十四小時的 玩到第二天天亮都有 早上 早上吃早點 對 真的 好 問問 問問平常穿什麼 我平常就穿很簡單 就牛仔褲T恤 它是我會背那種 後背肩的那種包包 很重的 因為我戴的東西真的很多 跟曲哥一樣 曲哥都背一個硬殼的 沒有 之前啊 對 之前 你也會戴眼鏡嗎 對 我會戴眼鏡 為什麼呢 因為我近視很深 我700度 然後我只要一收光 就立刻銀線就 爆爆丟 然後立刻戴上 我很厚很厚的眼鏡 然後常常就是有人會 就認不出來你了 就認不出來 就是因為我覺得差別有點太大 然後那個鏡片 還會反光那一種 奇怪 就很多人認為說 女孩子美那個 私底下可能就會 穿得也是那樣 其實不是 反而你們穿得很 隨興 對 隨興 那史丹利 你有過私底下 跟鞋不上的差別嗎 沒有吧 我私底下 我私底下都是會穿拖鞋 短褲拖鞋會這樣 我不喜歡穿鞋子 你現在比短褲拖鞋好在哪裡 有長褲 有長褲 腳趾刀沒有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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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比較正式一點 而且可以一整套 對 難道有穿下手 不懂那個海島風 是 海島風 海島就是正式場合那種 對 真的海島是屬於 差不多 真的 就是婚禮的時候有沒有 對 就穿這樣 婚禮的時候這樣 人家說太正式了 如果你穿西裝 會被打在海島這樣不行 那你有什麼機會 會穿的比現在還要再正式一下 去接店要穿長褲的店有沒有 短褲不能進去的店 對 那我們就一定要正式的那個 就要配合一下 對 就要配合一下 那之外就很隨便 之外真的就很隨便 所以你也無所謂 頭髮會弄嗎 頭髮不會弄啊 沒有 就只是戴帽子 這種是一種隨性還是一種懶惰 這是一種 人家問隨性還是懶惰 你也想看 風格 爛貨 好 接下來好好就不一樣 好好真的是分時間 尤其是在晚上 哇 帥的 來了 以為 幹什麼 來登台的我的 登台什麼年代 帥的 你知道嗎 是怎麼樣叫登台的樣子 就是很帥 這袖子都有 沒有屈屈 沒有屈屈 沒有屈 沒有屈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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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平常白天都穿 白天我只有分 如果說只是下去便宜商店 或是說去DVD的話 我就譬如說 帽子 墨鏡 然後 背心 短褲 假腳脫 那我去運動的話 就是說比較運動風 然後呢 色系上也會有搭配的 是 就是說大概都可能黑色為主啊 就是說 因為很奇怪 一個不小心就會 怎麼就看起來這麼的 整體感 是是是 對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嗎 就剛好我買的衣服 就是說 那個色系都搭起來 你出門 一照鏡子 整體感 對啊 我上次不是在圓山俱樂部 遇到他 帥的 游泳池旁邊 全黑的 吊嘎 黑短褲 黑色假鳥頭 戴個黑墨鏡 這不是國豪兄嗎 是不是 對不對 那天那天是 然後對 他正對面也做一個男的 跟他這樣對抗 你真的不要講了 鳳哥 我真的覺得 這個是小小歷史 那天那天是在拍那個 G Power的封面 對 像你們是比較 比較隨便的 就不是隨便 隨性 那有些藝人呢 就是 這個要問小娟 因為有些藝人會過度的 我在東區其實 因為我常常跑廠商 然後去逛街 其實我在東區 就遇過好幾個 就是 是不是 很誇張 就是全 其實穿得非常的醜 然後其實他不要 他不要 他不要戴帽子 不要戴眼鏡 不要戴口罩 其實真的 然後反而就是要戴帽子 然後戴個很大的帽子 又戴個眼鏡 又戴口罩 晚上喔 看人家認不出來 對 然後反而經過他的人 每個人都一直看他 因為覺得他好奇怪 對 然後後來真的有人認出來 他是誰 誰 而被認出的藝人會是誰呢 屈中恆 神偉達 意外惹怒妥中康 真的 而且走路走稍微快一點 你沒有太打扮的時候 他不會 嚇一下看到 他這樣看到是 欸 他不要戴帽子 不要戴眼鏡 不要戴口罩 其實真的 不會有人注意到他是誰 對 然後反而就是要戴帽子 然後戴個很大的帽子 又戴個眼鏡 又戴口罩 而且晚上喔 怕人家認不出來 對 然後反而經過他的人 每個人都一直看他 因為覺得他好奇怪 對 然後後來真的有人認出來 他是誰 誰 誰 我不能說 誰 然後我就發現 他好像還滿開心的 到底是為什麼 到底是什麼心態 對 就是很奇怪 就是有些人 他明明就是希望 大家不要太 太把他當那個 這個焦點 可是偏偏穿著就是 我跟你講喔 有的時候我在中庄中 我老遠看 兩個路口以後 那不是一個藝人嗎 為什麼因為太誇張 那個眼睛這麼大 我那一首都好黑 然後大一個 然後 你知道嗎 就是我就幹嘛呢 對不對 對不對 像我們上街的打會帶 除非太陽太大 或在海邊 我們一定會太冷靜 有些人晚上帶 我們是為了帥 也不是為了說 怕人家認不出我們 像我們屈哥最大方 屈哥車子不貼那個格子 對啊 我平常出門都穿梭衣 戴斗力 這神經病 戴斗力 然後車子不貼玻璃 梭衣 每位皮膚癌 艾巴士是一個經紀人 你以經紀人的一個觀點來看 就是說藝人私底下穿著 像我們剛剛講很多情形 有的像這種就是 明明是艷辛 要把自己穿得跟HIP HOP一樣 那你覺得真的私底下藝人 應該怎麼樣態度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有一個 即場的態度 那藝人是一個公眾人物嘛 那你在台上的時候 你可能會稍微為了要 為了要讓大家可以看到你 光鮮亮麗的一面 他私底下還是要有一個態度 是 要穿得乾淨 那如果假設你沒有上妝 你就戴個墨鏡 是 戴個眼鏡 對 禮貌 我覺得戴口罩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對 除非感冒 有些藝人就是 要戴著墨鏡 又戴著口罩 那又戴帽子 但他的夜店 對 那些奇怪 他到底 因為在家休養才對 這個藝人就是 我覺得私底下其實很快樂 是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上節目會穿一樣的衣服 但是我們下個節目會穿自己 自己認為好看的衣服 那但是拜託一下 就是乾乾淨淨 要看我幹嘛 要看我乾淨 多洗澡 來 我們回想 回想 嘿嘿嘿 好 那你們有沒有一些 藝人的女性的朋友 私底下其實穿著有點 讓她意想不到 我覺得是張錦嵐 各位 成生攻擊開始 我沒有覺得成生攻擊 因為我很常常去跟她上跳舞課 然後像因為我們一起上跳舞課的 還有那個Weather Girls的 奶昔 然後跟茵茵 然後因為他們常在跳舞的人 都是穿那種 會露肚臍的衣服 就是露肚子 然後就是短板 然後可能又是削肩 然後可能衣服掉下來 就會露出那個運動內衣 然後就跳舞這樣很性感這樣 你知道張錦嵐 他就穿一個球鞋 然後穿一件很寬的 我覺得可能是那種 就是很像厭世的那種棉褲 然後再穿一件 超重的T恤 他永遠都這樣 然後就 看到他就想說 不是女神嗎 對 就是因為他私底下 就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他也是一樣 他就是跟我一樣 塗一個 屬服 會不會你們就是上節目 就常常要穿這樣的衣服 你們有點穿膩 很膩 而且真的是會壓到胃 對啊 又來了 這個很緊耶 而且那個裙子也很緊 你在講什麼 結論都跟吃有關就對了 都跟麻辣鍋 剛剛麻辣鍋 現在如果 就是很餓 是 誰死都餓了 OK 可是你們可能是平常穿的 上節目很ㄍㄧㄥ 對 下了班要穿自己 他也是 等於釋放壓力就對了 對不對 對 然後我也是問他 然後他就說真的很累 對 平常都要穿小洋裝 然後也不化妝嘛對不對 他不會化妝 會戴太陽眼鏡嗎 他不會戴太陽眼鏡 可是他會戴牙筍 戴個帽子 牙筍OK啦 他馬是你那個班傑的是 亂穿衣服大王 我跟你講 完全是可以跟史丹利做的 真的是那個負面的那個低標 對不對 有一次 其實很多次啦 因為之前他住在東區 剛好是在 剛好是在那個 製作公司的旁邊 他一個 完全的 很容易就長出來 就是一個 剛剛郭浩哥說的那個 那種 爛褲 然後T-shirt 然後短褲 然後那個拖鞋還髒髒的 然後他說 我跟你說 我就遇到你們家班傑 我說 很開心 可是班傑也很帥 他為什麼 完全就是 他有點老外的感覺 帥 老外平常就是隨性 班傑是太隨性了 因為他那個老外個人 太強烈 對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這次到底那個 捕獲野生藝人 他們是怎麼樣 野生的情形好不好 來 請看 藝人在螢光幕前 光鮮亮麗 但下了通告 會怎麼穿衣服呢 首先第一位 陳愛玲 擁有漂亮長腿的陳愛玲 是許多宅男粉絲的最愛 外表小清新的她 實體下也是甜美可愛嗎 來了… 好像是她 這是我心目中的宅男女神 陳愛玲嗎 我不敢想像 妳就給我穿著睡褲走在街上 走路還像個純爺們 大搖大擺地 就算你是去自己的店裡霧店 但這也穿得太居家了吧 女神 妳真是太過豪邁 先不說走路打搖大白 翹著二郎腿化妝 粉絲看到 不知道會有什麼感受喔 妳開服事件妳穿那樣 不是 因為 妳的客群都是媽媽的 不是 因為我要去換啦 因為我們固店 我們固店一定要穿自己店裡面的衣服 所以剛剛妳走到街上 就是店裡面的衣服 不…是我要到店裡面 然後再換 我要今天要穿的衣服 她那時候還沒上班 對 因為我家裡我的店 只要走路五分鐘 所以我就是想要 不想要再多換洗衣件褲子 妳平常也不是這樣 妳就算去很遠也穿那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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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妳是妳們家那邊的尷尬 尷尬 尷尬 總是帥的 而且我一直被粉絲拍到 我很邋遢的照片 那妳為什麼要這樣 其實是去下去 因為我覺得 我就是想要圖一個輕鬆自在啊 我覺得這樣走路很輕鬆 可是妳是開服裝店的耶 對 可是因為其實那一天是 真的是睡庫沒有 妳還有理由 可是 十萬年沒交男朋友了吧 那妳這樣走出來 妳這樣走出來也沒化妝 沒有 我到店裡面在化妝 也沒洗澡 有 我有洗澡 沒有洗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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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 但是就是舒服 對 舒服啊 之前有一個約會對象 然後我剛剛出去約會 就穿這樣去啊 我也是穿垮褲跟 就是帽T的連帽外套 然後裡面一個背心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平常跟男生約會 又這樣嗎 我說對啊 因為我們平常工作已經很累 我不想要工作完 還要穿這樣去跟約會 而且如果你真的喜歡我 你不需要我 應該接受我 對 你不需要 不要太在意我的外表 不是啦 譬如說我們可能真的有 重要時刻真的在一起了 然後哪一天我們要比較去 正式場合約會我可以穿給你看 但平常我可能沒有辦法那麼的 每天都很努力也在打扮 很累 而且每天要化妝真的好累 妳這眉毛是化的吧 化的… 本來沒有眉毛對不對 有… OK 那妳私底下穿著 除了睡褲之外 妳最在乎什麼 球鞋 球鞋 對 球鞋妳是在乎它的那個 流行度呢 還是在乎牌子呢 還是在乎顏色 我在乎黑色 在乎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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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因為我很喜歡走路回家 就是運動完 我也會走路回家 通告完我也會走路回家 出國回來也是走路回家 從中正機場走回台 如果松山可以喔 松山妳家住哪裡 我家住中央復興那邊 不要講太清楚了 OK啦 對 冷靜冷靜 OK啦 松山的運動中心走回家 我可以走回家 松山機場也可以 松山機場中校復興是不是 對 還要十分多 十分多 十分多 那妳就在乎一個黑色的 然後好走的鞋 因為如果是白色 我走一走它就會變黑色 所以不如買黑色 妳跟班傑講嘛 大家去買功夫鞋啊 很酷耶 那妳穿那個 剛剛那個樣子啊 對 如果有人說 陳漢玲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妳怎麼辦 永遠都拍啊 我粉絲都會拍到我素顏 然後戴大眼鏡 還不是墨鏡 我不會不喜歡戴墨鏡走在街上 因為我覺得你越融入人群 越不會有人注意你 我跟你講真的 對 而且走路走稍微快一點 這是我多年來的經驗 而且他們 因為他們會怎麼樣 因為第一個 你沒有太打扮的時候 他不會 嚇一笑看到你 老大你很好認耶 你居然走慢走快一點 你好認 對 他們只會感覺一個 一個正面 一個很大的臉過來 對不對 但是當他有聲 可是當他這樣看到是 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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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通往是 各位一行投出 那個時候我已經變背影了 所以就很快 除非他就追上 說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除非我頭髮真的很亂很亂很亂 不然我都會拍 我很亂我也拍 你看粉絲都會拍到我這種照片 而且他會拍我 拍我 還被拍 你看 我穿一個超破的褲子 然後 看起來還好 沒有 我頭髮真的很亂 因為我是全部 你把它盤起來這樣子 對 然後是一個 很醜的包包 那天是有去宮廟是不是 沒有 我們最近很流行這個頭 沒有洗頭 沒有洗頭 就這樣那一天沒有 今天很洗腰 OK 好 你覺得剛剛試一下造型 你們覺得 我覺得還好耶 還可以 對 我覺得 我覺得她心裡面住了一個 但是我 但是我 我跟妳講 但是因為她的個性很可愛 又不拘小潔 所以其實我個人是還滿喜歡 這樣子的女孩子 是 我覺得如果她再點一根菸 然後再帶一個 是嗎 我就覺得好像她要挑 其實我剛剛也 她剛剛這樣子化妝 不是 我剛剛以為她是我的 防空太太 防禦 對 要去收房子 所以奇怪 好 陳愛玲今天開始改名叫 陳包豬 好不好 好的 以上 接下來看恐怖了 各位 這個好恐怖 請看張艾亞 邱惠雯修買貼成衣物 火中康不算叫罵 幫忙 接下來看恐怖了 各位 這個好恐怖 請看張艾亞 擁有澳人巨罩杯的張艾亞 身為寫生明星 歌手身分的她 私底下是什麼模樣呢 來了 張艾亞來了 看一下 好吵是不是 奇怪 她進去採就好了 看來艾亞最近手頭有點緊喔 做工藝是好事 希望你中大獎了 張艾亞買完彩券 直接走到對面的練舞室 一到練舞室 張艾亞開始整理頭髮 接著換上練舞鞋 從袋子裡拿出麵包 咦 麵包 這袋子不是剛剛拿出鞋子袋子嗎 練舞鞋可是一定沾滿汗水味 你把食物跟鞋子放在一起 看哎呦喂 是在幫麵包加味 吃起來是比較美味嗎 好噁心喔 沒有 那個麵包是包好 就是完整還沒有成功 難怪我覺得老師有那種 一種 怎樣 酸味 不是 是因為時間很趕 我就抓了袋子 然後就丟進去 張酸味 不會 我跟你講那個鞋子 全包出張酸味 不會 老師說那個鞋子是有分 我把它擺得很旁邊 就是他們有分一個走道 他有見過 走道 隔開就對了 他們隔開就對了 用牛奶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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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的牛奶 對啊 白嫩酸奶 不會啦 妳現在沒有男朋友吧 我現在沒有啊 妳剛剛怎麼說有 我沒有啊 我剛剛有說有 妳有沒有氣音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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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男朋友可以這樣子 只要男朋友說 沒有都可以啊 為什麼有男朋友就不行這樣 當然不行啊 男朋友會被妳嚇死 這麼邋遢 對 電視機前面的很多女性觀眾都跟我一樣 他們就是圖個方便 對 但是妳為什麼要從頭到晚都戴墨鏡 不是 是因為我覺得 衛光 墨鏡是可以避免 眼油過度 不是 避免人跟人的那個眼神接觸 為什麼 尷尬是不是 對 因為如果 比如說粉絲認出來 因為我之前常常做捷運 我都沒有戴墨鏡 也就是正常這樣做 可是呢 當有人認出妳 有人沒認出妳 就會很多人細細酥酥 討論妳到底是誰 然後他就會眼神跟你有接觸的時候 妳就會不知道我要看妳 妳是不看妳 對 可是我都會這樣 可是沒有 我這真的很糗 因為有一群學生認出來 一群媽媽認不出來 然後媽媽就走到我旁邊說 妳是誰啊 然後我就說 我是小白 他說小白 哪個小白啊 然後就開始要跟我聊天 我就立刻下捷運換另外一班車 因為實在太尷尬了 不知道怎麼跟他們聊 對 然後跟戴墨鏡就不用 跟他們有眼神接觸 然後如果真的被認出來 拍照也是好看的 大方耶 所以沈尬妳都會承認 對 我是 那這個月黃菇在這裡 哪呀 沒有 妳是說 如果譬如說 譬如說組成三個人在討論 然後我就會 聽到聲音的時候 我就會對到眼的時候 我就說 對…我是妳好… 那如果認不出來 就一直問說是誰… 是誰 我就會很尷尬 可是人家譬如說 人家都會說 妳是茵茵… 然後她們就說 我知道妳 覺得她會是小優 OK啊 就說沒有 不是是妳 小優 我被認過是小優 然後我就… 翻臉 我就沒有 我就說 我…我是小白 她說妳小優啦 我說 對啦 我小優 當個女生 會為了就是上節目之前 不吃東西就請舉手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為什麼要不吃東西 沒有工作… 工作不喜歡吃東西 好奇怪喔 都結束之後才會吃 那妳派我們三立八年檔看看 那沒辦法 兩年不吃太長了 沒辦法 所以說妳覺得就是 比如說… 這個通告完了再去吃東西 對 會好過通告前吃東西 對 因為會吃得很輕鬆 而且會吃得很開心 就沒事 沒事喔 而且吃東西會有點解壓對不對 對 降壓力對不對 就餓的話 腦筋會清楚一點 沒有 因為妳吃飽的話 妳的血都沖到肚子了 對… 反應就慢了 反應就慢了 不是會吃嗎 對啊 吃了會想吐 反應不過來 反應不過來 我也是會吃了就很想睡 而且妳看他們女生 穿那麼緊的衣服 妳如果吃飽 坐在那邊肚子就容易跑出來 這個我常常 因為我常常要漏味的部分 就是最近漏味 最近漏味 然後我就常常吃太飽 因為我真的 我工作前一定要吃飽 就我不吃 我沒有辦法錄影 也沒有辦法來拍戲 就我一定要飽 然後就常常會突出來 掉出來 然後經濟的罵 然後攝影師也罵 我之前拍那個網路 就是之前拍網路劇 然後肚子掉出來的程度 是攝影師小小聲說 因為我真的掉出了 還是妳真的 我沒有嗎 有預渠 不是 不要肥 妳真的肥了 我真的有肥 那其實妳的造型 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 還好 沒有問題嗎 我覺得我打扮還滿好看的 還可以的 私底下那樣其實還OK 態度也乾乾淨淨的 就是吃麵包的方式 要稍微改變一下 妳沒有這樣放過 誰這樣放過 沒有 鞋子跟麵包放 鞋子裡算了 對啊 妳剛剛那個鞋子 麵包塞在裡面 還可以撐鞋子算了 對不對 所以跟朋友 真的就是把那個飲料 因為他真的沒有地方放 然後他就把飲料插在鞋子裡面 因為這樣子剛好可以變得 會掉啊 妳看我們常常要帶那個鞋子出門 一定是放包包啊 那裡面就有食物什麼 剛好插在那個縫 對 我們這樣做我們也不會覺得奇怪 來 我們看看 我們私底下怎麼樣 從國光助理晉升模特兒的邱衛文 個性大啦啦 但私底下的她究竟是什麼模樣呢 我們的特派員國光女神 跟著邱衛文移入到了一間大賣場 哇賽 這是我們平常在電視上看到的文文嗎 還真的毫無女人味呢 難道是怕路人認出來的喬裝嗎 文文 你走來走去到底是要買什麼東西啊 我沒看錯吧 邱衛文 你是在挑男性四腳褲嗎 這感覺簡直就是 文文 你就在棟內好好的給我解釋清楚 文文 私底下有在做採買的 對 我其實還滿愛採買 而且那天我其實大包小包 是因為我工作完 但是我平常真的都大包小包 那你為什麼要買男性內褲 因為我爸突然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就說幫我買幾條內褲回來 是乾爹還是爸爸 你爸爸 你穿那樣子 有沒有曾經被認出來過 有啦 其實有 那怎麼辦 那就 嗨 就嗨啊 那人家跟你合照什麼 就如果我狀態是OK的就好 就照 但如果狀態不會 我就說我今天狀態不好 然後可能不好意思 那我都不知道怎麼拒絕 那如果像那天被我們偷拍到 那個狀態算OK嗎 我覺得還OK啊 因為剛下的工作還有裝嘛 對 我有在裝 素顏 可是因為我素顏 我一定會戴墨鏡 不是墨鏡 戴眼鏡 很大的眼鏡 很厚的 沒有人認出我來 就可能看不太出來的事情 對 不知道我是誰 因為差太多 因為那個我的鏡片度數太厚 所以我的眼鏡會變很小很小 那妳跟男朋友出去 有穿那樣嗎 差不多啦 妳然後又背那麼大都 對啊 一樣啊 妳是每天在淘家 不是 妳是因為我幹嘛 你知道我剛剛去泰國出外景 然後他每一天都在買芒果乾 而且一買就買20包 然後每天都談到很重回飯店 他就一直買 我就是很貪圖 很喜歡收集零食 對 他喜歡帶一大包零食 他錄影就是短短時間 他包包裡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零食 餅乾糖果茶 各式各樣 而且我那天包包裡面 大概有20包的泡麵 對 妳為什麼帶什麼泡麵 妳為什麼帶什麼泡麵 妳為什麼看好就是想說 有泡麵還滿多口味 然後一次搜刮然後帶回家 活動式的雜貨店 那超 餓的時候早餐會有那個 對 薑絲來的話就懂妳家 可是妳芒果乾 弄那麼多要幹什麼 我就慢慢吃 妳喜歡吃什麼樣 我喜歡 這個 這個要問艾瑪士 艾瑪士妳這藝人試一下這樣子 妳怎麼辦 妳就穿著嗎 穿著跟那個什麼大包小包 我覺得她其實穿得OK 而且其實剛才影片 我還想說 對 我忘記了 你們家班傑更恐怖 對 對 我剛剛以為她很貼心 說是要買給男朋友 會幫男朋友買內褲是非常貼心的 不是 不是 還是勸大家不要 因為有時候 你們女孩子認為很棒的那個圖案 我們拿來會圖 對 對 你媽媽就在扁頭了 對 因為你們覺得很酷 我們穿起來 可是又不是給你看 我們看啊 我穿耶 下次我送妳一套內衣 妳就知道為什麼 我先不用 先不用 只有兩點 對 我就知道 對 但是跟女生眼光差好多 對 差很多了 不行這樣 不能互相買 來 史丹麗 你有被捕捉到 有啊 很難拍吧 他應該很長 不是因為很難拍 因為他很容易 史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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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 他在旁邊喔 對不起那個車 不會念 認了眼圈就可以了好不好 來一次看史丹麗 史丹麗 節目上看他總是一派休閒 私底下也是如此吧 經由經紀人通報 史丹麗正要離開此大樓 說曹操 曹操就到 目標出現 港区配上賈腳托 果然是輕鬆派 私下的模樣與節目上差別並不大 工作結束的他打算要上哪呢 女生們趕緊給我上去瞧瞧唄 尾隨十五分鐘後 原來史丹麗是跑去吃晚餐喔 但這菜是不是也點太多了 難道是在等女朋友嗎 看來是感情一切順利 就算身材走樣也不怕 我們在這裡祝福你幸福肥囉 不要一個人點那麼多 我那天真的都沒吃東西 然後剛剛結束工作 沒有他另外一口如食量比較好 對 好 跟拍野生順國豪女生小題大作 凱琳你知道他剛剛在看什麼嗎 什麼呢 這個 你上節目你認為就是一定要穿襯衫 就是要比較正式一點 因為我平常都是T恤短褲這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至少覺得穿襯衫 會比較正式一點點這樣 比較有禮貌一點 對啦就是像我們出國出門 你們多少會戴一件襯衫 對就是晚上如果要去正式場合的話 也是要這樣穿 對外衣 有些餐廳是不給你進去的 穿原領 對 尤其國外的一些 你要穿黑黑皮鞋 對球鞋不能進去 要穿皮鞋 休閒起來可以 鑽爐啊 對 你最在乎的是手錶 對 這是一個安全感吧 就是其實就是 我出門 如果手上沒有手錶的話 我會覺得 就是很 怪怪的 好像不像自己對不對 對好像不像自己 然後其實我手錶還是不會看時間 你問我幾點 我還是會拿手機出來看 你在手錶幹嘛 你也是什麼 你又沒戴手錶 沒有 我是戴了手錶 我都不會看手錶 還是會看手機 你戴恐龍就好了 你戴手錶幹嘛 恐龍也要戴手錶啊 對啊 所以 所以 手錶是 就是一個護身 這種平衡服的感覺 一個配件之類的 安全感 安全感 代表自己的一部分 對 就是一個安全感 我連就是去家裡附近買東西 就是買便當 那你就學他 你這邊刺一隻手錶就好了 對齁 刺一隻手錶就好了 刺一隻手錶最貴的 還不錯耶 對不對 成王用畫的一樣 永遠刺掉 小時候在玩的那種事情 現在還在玩這個 這個只有納豆了 小燕這是什麼樣的風格 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我覺得有點民族風耶 是不是 包括他的鞋子 其實我覺得Stanley他今天 這樣穿也還不錯 因為很有他自己的味道 但是他剛剛那一段 就是那個夾腳拖 有點嚇到我 就是再怎麼樣 你還是個藝人 而且夾腳拖 也有藝人版跟普通版 什麼是藝人版 什麼 就是你夾腳拖這個穿起來 不一定是說要多華麗 但是它有特色 你知道嗎 好像說 剛剛是台語 我猶豫 那是什麼 台語 很嚴重的語 很嚴重的語 客家號碼 有一個語言 是 高峰 古美話 對 而且那個拖鞋 我大概有家裡有十雙 而且看起來好像有 比你的腳更小是不是 就感覺後面 差不多一樣大 你看像拖鞋還有 譬如說還有那種 什麼藍白拖啊 那個藝人能穿嗎 平常 我都會穿假腳拖 假腳 我跟你講我拖鞋也有實裝 我拖鞋也是看場合 還有 還有 因為啊 你穿什麼衣服 要穿什麼樣的顏色 顏色的顏色 我知道 你們有搭配喔 開玩笑 我家有說有迷彩的耶 哇 穿得出來喔 是不是有迷彩的 有藍色 白色 淺灰色 什麼都要有的 假腳真的 對 真的 就是要在乎說今天我的短褲 如果是這個藍色的短褲 我一定會配上一個 雪白的假腳拖 對 走在校尉的街頭 亮麗 藍天白雲的感覺 對不對 是 然後 然後 非常 用英文拼個 我要刺 刺青 刺青 對 好 接下來我跟你講 孫國好 我跟你講 這私底下太拽勁了 請看 真的 演藝圈所剩無幾的黃金單身海 孫國豪 外在形象乾淨整齊 說話實在也不浮誇 但私底下會是什麼德性呢 今天真的好冷喔 但是我們還是要來補助野生的孫國豪 希望任務可以成功 女神們辛苦了 但任務還是要努力的執行 孫國豪出現了 趕快登上去 走進DVD出租店的孫國豪 他會租些什麼片子來看呢 挺讓人好奇的 我好兄有動機囉 似乎是決定要租的片子囉 凱琳 你知道他剛剛在看什麼嗎 什麼呢 這個 那有什麼關係 不看他看哪個 對啊 神經病 他已經十八歲了吧 這個 我只是 快三十八了 我只是剛好經過那個area Walking by only 你剛剛那個穿法是最普通的對不對 就是很走低調路線 因為我常常自己還會穿黑色 可是你為什麼可以只穿一件 你不怕受到風寒嗎 這件衣服它其實還滿神奇的 怎麼樣 對 它是相當保暖 而且很輕 很服貼你的身體 對 它是相當厲害的一個保暖衣 是不是一個新發明是不是 是不是最近 最新流行防寒衣是不是 之類的 它不是防寒衣 我們潛水來穿的 說的是發熱衣的衣 發熱衣嗎 是不是 防寒衣太太太了 沒有 它很厲害 其實我今天剛剛有穿 我今天有穿跟那個 你們被拍到的衣 脫掉了 在那邊客氣什麼 都幾點了 快點脫 對啊 它很保暖 它會讓你維持身體在那個 大概二十幾到三十度的那個 它這麼薄它可以這樣 對 因為它是就是 它的發熱衣就是說只有65 即65公克 這麼輕 可以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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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滿薄的耶 真的 反性滿麻煩 反過來 反性很好 反性很好 反性 這個已經可以嗎 冷氣 這個 這個喜歡運動的人 應該是OK的 對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運動 然後之前就有朋友 剛好就是也有在運動的 就介紹我 買這個衣服 這個應該後來發明的吧 所謂的發熱衣 對 所以讓自己說不用穿太多 然後保持到這個 它這個不是發熱衣 它是 保暖衣 對 它跟發熱衣還不一樣 對 因為其實 真的不會發熱的 日本很流行 很多他們冬天去打高爾夫的 因為日本冬天高爾夫非常冷 他們這穿一件 而且可以外穿對不對 對 而且這個舒適程度 還比Cashmere還厲害 100% Cashmere還厲害 再來我告訴你 怎麼樣 這衣服很厲害 你要幹嘛 完全 水 不會滲透過去 真的假的 防水 來 因為它保暖 它就一定防水 厲害 朝頭焦下去 然後把衛生紙 墊在裡面是不是 然後你把水淋下來 這樣 真的耶 小孩在旁邊 我會還是不要算 老闆 衛生紙 墊在裡面是不是 然後你把水淋下來 這樣 真的耶 水汽完全不会进去 水滴耶 真的没水耶 因为如果水汽进去的话 你就会发冷嘛 对 然后这衣服又有排汗的功能 是 所以让你身体的舒适度在 二八到三三度 这边会不会很紧 举起来 不会了 那可以打高的呼吸 可以 因为我们高的呼吸 你再领一次 对 等一下 卫生纸放里面 三 奶奶 卫生纸 哇 干的 干的 真的耶 你看 还会飘耶 真的是干的 很厉害 我跟妳讲 最厉害的 过去点 干吧 干吧 穿你的衣服也可以 什么 你是不是要帅啊 那因为这个衣服呢 现在非常抢手 所以呢 我今天有准备的三件 送给我们主持人 哇 帅 谢谢 明天打球就穿这件了 就折一份 而且他单穿 没有感觉是那种很内衣的感觉 对 很像鸡球 还有点型耶 鸡哥 请相当 谢谢 不会 不会 太厉害了 哎呦 不好意思 背着 不好意思 这很有购物感觉 鸡哥快 背起来 背起来 快点 好 背起来 拍照 拍照 这位 这位 很厉害 很厉害 这位有什么味道 是借了 是借了发热衣耶 保暖衣耶 这个好 不是借这个保暖衣好不好 对 非常实用 不过现在衣服真的不像以前的 以前要穿 冬天一来要穿一大堆 对 好 现在其实穿对的衣服 其实 两三件就好 而且穿衣服最好是像洋葱似的 洋葱似的 对 因为有些地方 你一进去又很热 然后出来又很冷 很冷 其实你一件一件慢慢脱 其实我觉得比较好 好 那私底下你会 真的会在乎说 有人找你拍照的时候 就像你那天对不对 穿得很奇特 那个人找你拍 你就会拒绝 如果说我今天刚好 就是工作结束 也有装 然后穿得也很OK 那我一定拍 那如果说刚好遇到 那天状况 真的是比较不OK 可是脸上有痘痘 或者说怎么样的 我就会比较委婉 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可得下一次 还有一个 我现在是就是 只要我小孩在旁边 我就说不要了 算了 对 因为要保护小朋友 第一个我不希望他被拍到 第二个就是 我在那边拍照 他在旁边干嘛 对啊 对 我就算了 因为有带小孩 我就不要去 那你就随时带一个 那个纸袋在身上 好不好 一要拍就把那纸袋 他臉尽起来 我花眼睛 对 你没有想过我小孩的心情 花眼睛 你花眼睛 还可以花一圖案 最糟香港可以用 对啊 好不好 台湾不带是 对 我都这样长大的嘛 就是 对 好 你是一般观众 就是要在乎的是 艺人的态度 对 而不是我们的外表 真的 好不好 我们太分确 就请你们支持我们 对不对 OK 好 谢谢各位台湾国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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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烤烤烤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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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